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 论到摩鸭,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尼泊有祸了,因为他病为荒凉 吉列亭蒙受羞辱,被占领了 这城堡蒙受羞辱,被毁坏 摩鸭不再被人称赞 敌人在西石本计谋害他,说 来吧,我们要把他剪除,使他不再成国 马德缅啊,你也要静默无声 刀剑必追赶你 从和罗念传出哀好的声音说 荒凉了,大大毁灭了 摩鸭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出哀叫 在上鲁西的路上,摩鸭人随走随哭 从和罗念下来的途中 听见他们阴沉被毁,发出凄惨的哀嚎声 你们要逃跑,赶快逃命吧 你们好像旷野的灌木 你因为倚靠你的成就和财富 就必被攻去 基末必被掳去 侍奉他的祭司和领袖 都必一同被掳去 行毁灭的必来攻击一切城镇 没有一座城可以幸免 山谷必被蹂躏 平原必受破坏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你们要在摩鸭上面撒盐 因为他必成为废墟 他的城镇必成为荒凉 没有人在里面居住 不努力去做耶和华的工作的 该受咒诅 不是自己的刀剑见血的 应受咒诅 摩鸭自年幼以来常想安逸 像不受搅扰的酒在缸里澄清 从没有倒进另一个缸里去 他也从没有被人掳去 因此他仍保留着原位 他的芬芳没有改变失去 看哪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拆派倒酒的人到他那里去 把他倒出来 直至倒空 又把酒缸打碎 摩鸭必因寂寞羞愧 好像以色列家因他们可以靠的 伯特利的神像羞愧一样 你们怎么说 我们是勇士 是善战的武士 摩鸭被毁灭 敌人上来攻击他的城镇 摩鸭最精锐的少年下去被屠杀 这是君王的宣告 他的名是万君之耶和华 摩鸭的灾难已经临近了 他的祸患迅速来到 所有在他四围的 所有认识他名的 你们都要为他哀悼说 那有能力的权杖 华美的杖竟然折断了 住在底本的人民 要从你们荣耀的位上下来 坐在干旱的地上 因为毁灭摩鸭的 要上来攻击你们 摧毁你们的坚固城 亚罗尔的居民 要站在路旁观望 询问那些正在逃跑的男女说 发生了什么事 摩鸭蒙受羞辱 因为他已被毁灭了 你们要哀嚎喊叫 要在雅嫩河宣告 摩鸭毁灭了 审判临到了平原之地 就是河伦 雅杂 米法鸭 迪本 尼波 伯迪比拉太音 基列亭 伯加墨 伯米恩 伽略 伯斯拉 和摩鸭地 远近所有城市 摩鸭的脚被砍下 他的绑臂被折断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使摩鸭沉醉 因为他向耶和华 妄自尊大 摩鸭必跌在自己 所吐之物上面 也必成为被人 讥笑的对象 摩鸭 以色列不是曾经 成为你讥笑的对象吗 他岂是被捕获的强盗 以致你每逢提到他 总是摇头嘲笑 摩鸭的居民啊 你们要离弃城镇 住在山岩里 像鸽子在峡谷的边上竹巢 我们听说摩鸭的骄傲 他非常骄傲 我们听到他的狂妄 骄傲 傲慢和心理的自高 我洞悉他的狂傲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的狂傲毫无根据 他的夸耀不能成事 因此我要为摩鸭哀嚎 为全摩鸭喊叫 为吉尔哈列社人哀哼 西比玛的葡萄树啊 我要你哀哭 比人为雅谢哀哭更厉害 你的枝子伸展过海 延伸到雅谢 那行毁灭的要来摧毁你夏天的果子 和你的葡萄 摩鸭肥沃的土地上 不再有欢喜和快乐 我使榨酒池 不再流出酒 再没有人欢呼踹酒 有人呼喊 却不是踹酒的欢呼声 西石本的哀教传到以利亚利 他们发出的声音传到雅杂 从索尔达到河罗谷和伊基拉斯利施亚 因为连凝林的河水也都干涸了 我要灭绝在摩鸭那些秋坛上献祭和向他们的神烧香的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我的心为摩鸭乌业 好像人用笛吹晚歌 我的心为吉尔哈列社人乌业 好像人用笛吹晚歌 因为他们所得的财宝都失掉了 他们个人的头都剃光了 胡须也剃掉了 他们割伤了自己的手 药树麻布 摩鸭境内一切房顶上和广场上 处处都有哀哭的声音 因为我击碎了摩鸭 好像打碎没有人要的器皿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摩鸭的毁灭多么厉害 他们的哀嚎多么凄惨 摩鸭怎样蒙羞转备 这样摩鸭就成了他思维众人 讥笑和惊骇的对象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必有一人像大鹰急飞 展开翅膀攻击摩鸭 城市被攻取 尖累被占领 在那日 摩鸭勇士的心必惊慌 像临产妇人的心一样 摩鸭必被摧毁 不再成为一个民族 因为他向耶和华妄自尊大 摩鸭的居民啊 恐惧 陷阱 圈套都落在你们身上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那逃避恐惧的 必叠进陷阱 那从陷阱中出来的 必被圈套困着 因为我必使摩鸭受惩罚的年日 临到他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在西石本的隐蔽处 难民筋疲力尽地站着 因为有火从西石本发出 有火焰从西红的宫中冒出来 唾灭了摩鸭的前额 和吵闹的人的头顶 摩鸭 你有祸了 积磨的人民灭亡了 因为你的种子都被掳去了 你的种女儿也都被掳去了 但日后 我必使被掳的摩鸭人归回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有关摩鸭的宣判 到这里为止